Hello 大家好 我是艾文 你是否有过一种经验 忙完一整天就感到空虚 回想当天做了哪些事 却纳闷 我今天到底做了什么 觉得每天有开不完的会 有做不完的报告 感觉时间总是不够 又或者下班回家后 只想躺在沙巴或床上 突然间你想起那本还没看完的书 还没上完的课程 还没听的Podcast 但就是没有动力去做 今天我要来分享的这本书 生时间 希望能帮助你不只是管好时间 更是重新设计生活 这本书的书名听起来有趣 生时间 关键就在这个生智 你如果在有限的时间内 生出时间做对你有价值的事 它不是让你花更少时间做更多 也不是希望你把一整天的时间 排得无比充实 它是要教你这个核心观念 如何把时间正确地用在自己身上 为什么这个重要 我分享书中作者这个故事 有天他在家里陪小孩玩 某个空档他下意识拿起手机 开始查看email 结果被他的小孩打个正着 小孩问他 爸 你怎么在看手机 作者当下其实并非感到内疚 因为他有把工作跟家庭照顾得很好 小孩那句话让他恍然大悟的是 他愿意一直误解生产力的意思 他体悟到 更有生产力的意思 不是在做最重要的工作而已 因为那仅意味你可能正在快速回应别人的优先事项 有留意到重点吗 所谓的高生产力不是完成优先事项而已 还要确定那个优先事项是你自己的优先事项 换句话说 你的时间应该用在对你真正有价值的地方 好比这个问题你应该想到之后就要提醒自己 我把时间都花在哪里了 要知道时间和金钱一样 如果你不知道时间被你花在哪里 通常就是花在别人的身上 你没有保护好时间 有人就会来占用你的时间 本书是由两位作者Jack & John撰写 他们都曾是Google员工 负责过像Gmail跟YouTube这种大型专案的技术工作 他们对管理时间有共同的兴趣 因此而惺惺相惜 觉得每天怎么都有忙不完的事 最终通过大量的假设与实验 设计出书中这套时间管理架构 并且运用在自己身上 Jack因此而有了时间 去开发设计充斥这个流程 这个流程帮助过像Uber Lego NASA等还有上百个新创公司 而John则在工作之余完成了 跟妻子到各地航海的梦想 回来这个关键问题 如何把时间正确用在自己身上 书中提供了四个步骤来帮助读者 升时间 作者在自己身上验证 重复执行这四个步骤 能够建立起高效管理时间的架构 我看完后觉得这四个步骤 每一个都可以是我学过时间管理的主题 所以看完后我觉得你可以先加强其中一个 等熟悉后再结合其他步骤开始执行 接下来我就依序分享这四个步骤 该做什么事 我再解释每个步骤的开头都会先重点说明 并且附带一句你需要做到的事 看的时候可以再多留意哦 升时间的第一步是决定你要升出时间做什么 防止别人偷走你的时间 作者称这为highlight 你需要做到的事 每一天都从选择一个焦点开始 书中提到人的时间会被偷走 主要原因是没有设定一天的焦点 所以你不知道重要的事是什么 工作上你可能被主管或同事觉得 你时间真多耶 所以凡事找你帮忙 生活上你可能被太多 带来短暂刺激的内容给吸引 掉进了时间黑洞 导致拖延没去做更重要的事 为了夺为自己的时间 你必须在一天的工作开始前 选择一个焦点事项 就像看书会用荧光笔画线 或像现在字幕加上highlight一样 引导自己要把注意力投入的地方 highlight不一定是伟大的计划 或对你工作一定有帮助的事 它可以事项辅助孩子完成课业 或和爱人安排旅程 或者是和家人一起准备晚餐 记得最重要的工作 不能是完成别人的优先事项 而是你的优先事项 至于一件事要符合highlight的条件 可以用这三个标准来检视 这件事有疾破性 或是它能够带给你满足感 或是它能够产生乐趣 一件事越符合这三个标准 就越是你应该要选择去做的事 以我自己为例 大部分时间我每天的highlight都是写作 所以我通常会把整个上午时间 都空出来专心写作 不管有再多的email没回 或者是像其他邀约排得再满 我都会尽可能把写作 视为当天最重要要完成的事情 那个就是我的焦点 强调一下 这个最重要的事 不一定是你非得最先做的事 因为我以前当工程师的经验 难免有时候早上要先参加会议 或是做其他的事情 但你必须要有意识提醒自己当天最重要的事情是什么 等到有空档之后就开始做它 或者当别人来跟你抢时间的时候 你会更知道要如何回绝 这边就说到一个需要长期练习的技巧 学会说不 而且是对大部分的事情说不 你一定要记得highlight才是你一天当中最重要的事 如果主管或同事要求你做事实 你要先想到这些事是否会影响到你做highlight的事情 如果会 那就尝试大胆说不试看看 等等 我知道有些人心里会纳闷 主管哪有那么好简单就拒绝了 我分享自己以前在工作的经验 如果主管强行要求你去做 就把你的问题丢给主管去烦恼 问他 你现在手上还有另一件事很重要 那要先做哪一个 懂吗 你的工作不是帮主管分配人力资源 如果遇到资源分配的问题 你要把工作丢回去给他处理 至于在其他情况下 就试着用沟通的方式为绝 现今社会啊 大多数的人都因为害怕失去机会 而不敢得罪人 不敢说不 其实还是要知道 真正最重要的人是你自己 尝试说不 是为了保护好自己的时间 每一天都从焦点事情开始后 接下来就进到第二步 雷射 从繁忙的日子中 为那个焦点事情伸出时间 不只做完 而且还做好 你需要做到的是 调整使用 会让你分心的科技产品时间 从时间黑洞里爬出来 集中专注力 用在焦点事情上 雷射的特性我们都知道 它穿透力极强 集中能量可以切开很多事情 甚至连钻石都能够切割 所以我们在训练自己专注力时 也一样精神越是集中 完成焦点事情的成效就越好 那要如何提高专注力进入雷射的工作模式 作者实验过后最有效的方法 不是强迫自己专心 要反过来 你要避开分心 科技的诱惑是现代人一个强大的时间小偷 我自己已经试过很多方法了 最后我得出这个结论 人永远不可能打败那些科技公司的演算法 因为那些演算法的背后是成千上万智商过人的研发团队 你就算可以克制一阵子 也还是会有输的一天 唯一有效不会掉进时间黑洞的方法 就是在该专心的时刻断绝跟他们连结 简单来说 无法克制科技的诱惑不是意志力不够 是因为太容易就可以连接他们 所以当你需要专心做事情时 你要增加跟那些科技产品网站连结的难度 好比我会尽量把手机放在另外一个地方 就算放在工作桌上时 我也会养成习惯反过来放 此外作者也建议你在工作时 可以把社交平台的账号登出 增加你使用时的难度 关于我隔绝社交平台的经验 可以再看我这支30天不看电视YouTube的经验 不过别再误会了 我不是要你完全不用手机 不上社交平台或不看YouTube 而是你要控制好使用的时间 这个YouTube自己也在宣导 像我最近就在训练自己娱乐跟工作用的3C分开 笔电就专心工作 娱乐影片就尽量在iPad Pro上看 之后也可能进一步用两个手机 一个娱乐用一个工作用 还不决定有效啦 但就是要不断的实验嘛 不断优化你的生活跟工作的效率 知道怎么不分心后 接下来的步骤3是如何提升能量更专心 作者称这步骤为提振活力 你需要做到的是 尽量吃食物而不是食品 注重睡眠品质 还有维持运动 想想看啊 如果你每天都无精打采 没有精神完成工作 也不会有办法克制那些科技产品 跟电视的诱惑是吧 关于如何提升活力 已经是老生常谈了 这边我就直接分享作者 对改进饮食跟睡眠品质的方法 至于运动我就不多提 只要你能够固定运动 每次运动都维持高心跳率 我觉得就很好 先说饮食技巧 作者认为要像原始人一样 选择吃原型食物 尽可能减少吃加工食品 减少身体在吸收营养上的负担 再来是睡眠技巧 也要像原始人一样营造睡眠环境 在原始时代没有人工光源 就算在洞穴里面生活 亮度也是很低 所以作者建议你可以在睡前几个小时 调按家里的灯光 营造夜晚的氛围 告诉大脑是该要睡觉的时候了 关于这点 我在比尔盖茨也推荐看的 《为什么要睡觉》这本书里面有提到 待会可以接着看 接下来进到最后一个步骤 反省 用科学的方法微调你的日子 你需要做到的事 做记录还有追踪成果 我常在频道提到 我们要持续优化工作系统 透过实验找到适合自己的方法 这步骤作者在书中写的比较少 所以我这边就自己的经验 提供几个大原则 你要记录你的成效 定期回顾自己完成哪些焦点事情 哪些又没有完成 有哪些时间管理的策略对自己有效 哪些策略又应该要放弃 细节部分 频道里面有好几支影片 都是以这个为专门主题 你可以再去找找看 或者是订阅频道 也许过阵子YouTube就会透过演算法推荐给你 以上就是今天想要分享的内容 最后我再跟你分享书中一个有趣又好记的观念 作者要我们小心时间的陨石坑 当陨石撞到地球上的时候 因为引力一颗陨石可以撞出 比自己还大30倍的陨石空洞 作者用这个比喻提醒我们 一键看是小事情 就可以造成你在时间上巨大的坑洞 你可能只是分心看一下手机 分心跟人家聊个天 分心回忆封email 回个讯息等等 一两个小时就不见了 我觉得这个观念好记又有启发 你也可以提醒自己 如果这次影片对你有帮助就好 按赞分享还有订阅频道 也记得在下方留言 或许你的分享也帮助到有需要的人 另外频道里面还有很多 跟学习成长有关的内容 别忘了点进频道看看 还没有订阅的朋友 我的新影片能够再次跟你遇见的机会 也不知道是什么时候了 所以不妨就趁这次订阅吧 一起来学习成长 我是拉雅文 我们下支影片见哦 拜拜